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能遭遇 无尽千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化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现观众恩论》 修行次第 前面已经讲了正当加行和定价行 在修行次第加行 导致究竟之际 也就是刹那加行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正当加行和定价行 然后简单地说明我们修行次第加行 达到最高的标准 这个时候叫刹那加行 如果现见一种无漏之法 便能将现前所现见的所有无漏之法 以无相刹那加行和无二刹那现前 一种法现前的时候讲其他所现见的一切无漏法 以无相刹那和无二刹那加行的方式可以现前的 这叫做加行道的究竟之际 也叫做刹那加行 大家应该清楚 所谓的刹那加行 如果我们见到无上或者空行等等 一个法现前 这个时候其他所有的相 以无二或者无相的方式来现前 这就是刹那加行 他与前面所讲的无间定加行二则 只存在如定处定凡体的区别 除此之外别无差语 前面我们讲的无间定加行 作品刚讲的所谓的尸体菩萨的境界 跟刹那加行这两者 只是入定和出定的方体方面是不同的 无间定加行主要是讲的入定的境界 刹那加行是出定的境界 虽然在上面当时讲了一些次第 但是这些主要是以出定为主而讲的 所以除了入定和出定以外都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都是宣讲的尸体菩萨的智慧 智慧的本体 显而易见真正所修之法便是正等加行与次第加行二则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学习之后明白 修行显广专论的修行 修行次第归纳起来就是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 这两种加行当中所有的修法都可以具足 虽然按照论中的次第 似乎如果依靠正等加行而定加行在相续当中产生以后 便开始修行次第加行 从我们《现观庄案论》本论当中的次第来看 因为在讲四加行的时候先讲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完了以后开始讲定加行 定加行完了以后次第加行 次第加行讲完之后开始刹那加行 所以从《现观庄案论》的论典 它的次第来看好像是中间还有定加行 它的次第并不是正等加行完了以后次第加行 不是这样的 但是只不过是每一对因果相续结合的角度而宣说的次第 而并不是指实际修行的次第 为什么是这样讲呢 这是我们前面也讲过 这是每一个只不过是因果相结合的角度来宣说的 什么是因果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所修持的证悟 就是获得自在分因和果是一对因果 因作为正等加行果呢令为定加行这是一对因果 然后完了之后所证悟的境界在自相续当中获得稳固 也分一个因和果因是次第加行果是刹那加行 是这样的案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因此从本论的次第来讲好像四加行是一步一步地讲 但实际上除了次第加行和正等加行以外 这其他的两者昨天也讲了是前面的修行 到了高峰的一个标准而已 因此在修行之际即使目前常处于初学阶段的人 也可以修持两种加行 所以即使我们初学阶段还没有获得一地菩萨 或者说还没有获得加行道是一般的初学阶段 但是我们可以在现在凡夫位 现在初学阶段的时候也可以修持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 如同论中所宣说的 以闻思方式而修行次第加行一样 我们《相关庄严论论》里面也讲了 通过闻思的方式来可以修行次第加行 因为次第加行一般来讲是正等加行的果 正等加行获得稳固的阶段 那这样我们凡夫可不可以呢 当然凡夫也是通过闻思的方式来修次第加行 说明我们现在在初学阶段的时候 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完全是可以 可以的原因包括十字仙的论典当中 也有说明以闻思方式来可以修持 闻思方式来修持的话 说明我们凡夫阶段的时候也可以修持这两个加行 如果对实际修持这两种加行 也就是说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的方法 略教宣说则首先是在正等加行之际 将善知的所有项色为一百七十三项而进行修持 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上而是真正的实际修持 实际修持这两种加行的话 那么首先在正等加行的时候将善知所有的项可以包括在一百七十三项 一百七十三项我们前面也讲过边知有一百一十项 记者有二十七项还有道知有三十六项 所以这一百七十三项在正等加行当中 以色略的方式来进行修持 所以我们《现观众安论》的所有修行可以包括在三者的内容 三者的内容归根基地也可以说是一百七十三项 一百七十三项正等加行所修的内容应该这样来理解 而其中极致的第一项也就是说是无常之项的修持方法威力 首先我们这一百七十三项到底怎么样修呢 其中极致刚才也讲了有二十七项 二十七项里面说无常等等有这些项 那么首先以无常威力的话 安住于有为法对境的汉舌的一切 万法都是连贯的 刹那相续的神秘之心 也就是说这叫做其精相 一相也可以说 首先我们有为法对境 汉舌的一切万法都是连贯的 刹那不停住的 刹那是毁灭的 这样一种无常的本性 这叫做精相大家都知道以任何一个法为主 凡是有为法所说的一切法 诸子贫子等一切万法 它的真相是什么呢 刹那也是不会停住的 刹那毁灭的 这样的无常本性这是它的本体 就像获得热心一样 它的本性 这叫做精相对外境无常的道理 以依靠教证 理证之 推理智慧 而断除正义的修持 则其为实相 所谓的实相 刚才也说了 万法的本体本来是无常的 但是我们凡夫人一般都是不了解 依靠佛陀经典的教证和高僧大德们的 窍诀的依据 还有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进行推理的理证 通过这种方式来断除一切怀疑 最后自相续当中真正认为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 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理解叫做实相 对于声闻指导而言 仅仅这些已经足够了 如果声闻成 一切万法是叫精相 万法无常叫精相 我们懂得这一点叫实相 所以按照小乘的观点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可能去过南川佛教的一些国家 大家都知道前面没有发心 后面没有回向也没有什么生意空性的 只是知道万法无常万法无常 所有的感受痛苦懂得这一点就已经可以了 外境上它是无常的 右境上认识这一点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但因为大乘行者必须在相续当中 生起有各乘的证悟境界 因为大乘学者 行者一定要生起各乘的境界 否则他没办法舍受它们 所以仅仅是通达这一点还是不足够的 还需要将精相与实相二者都作为对境 以加行的方式来进行修持 把这两个都作为对境 刚才无常的对境和执着无常的行使 这两者作为对境然后开始进行以加行 加行是以二十种加行的方式来进行修持 修行的时候也是在生意当中 把无常的对境和执着无常的行使 这两者在生意当中远离一切戏论 了不可得 然后世俗当中这两者也是如幻如梦 如幻幻一样 以这种方式来进行修持 而且修持的时候开始开头 为了离一切众生而修持有发菩提心 中间以三轮提供的方式来修持 或者如幻如梦的方式来修持 最后所修的善根回向于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们一般学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确实有差别的 不说其他的念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 如果你是大乘修胜你为什么要修啊 所以我就是为了离一切众生 先发菩提心而念阿弥陀佛 最后我所修的善根不是我自己往生极乐世界 就为离一切众生我最后还是要回向 要回向所以三殊胜一般都具足 如果你不是大乘修胜者一般来讲 可能欧玛尼巴米红射或者是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么最终归根到底肯定是为自己的 所以为自己不用回向很多人都就是 你念护肯定是为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前面没有发行后面没有回向的话 恐怕是为自己跟小乘的宗派没有什么差别 我原来去泰国很多仪轨本来是非常殊胜的 很多《别解脱经》有很多殊胜的经典 但是刚开始念诵的时候没有发行的 最后念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回向 但我跟他们有一次用汉文来读过一些经 读完以后我心里面好像觉得这个善根为什么不回向 极个别的小乘行者也有这样的 当然泰国也有一些大乘的寺院他们的行为也有所不同 所以他们有一群比丘到新加坡传法 我觉得藏传佛教没有任何的差别 泰国也有这么一匹比丘 我看了一个广蝶 看了以后 我觉得怎么会太过的法跟藏传佛教特别相 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以后学任何法 修任何法最好开头有发行最后有回向 然后中间有生意和世俗两种方式 其中一种来进行修持 所以刚才小乘的修法只要懂得无常就可以 只要懂得一切感受是痛苦这样已经可以了 因为目的自己获得寂灭的果位 大家应该清楚 这也宣说二十种加行 因为正等加行的时候讲了二十种加行 因为其中的三种只不过是 这三只证悟的方式来分类的 就是先讲两种加行然后后面讲三种加行 这三种加行其实三只都不同的方体而安理的 还有十五种加行十五种加行又是指界限的分类 所以真正的所修就是五种加行与五行加行 这两者二十种加行的所有的加行 因为有些是善知的分类有些是界限的分类 所以真正的修行可以说是 不住加行和五行加行或者不住加行与不行加行也可以说 这个可能意识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吧 不住加行或不行加行这两者当中可以包括所有的修行 所以我们现观传论所了知的三只怎么样修行 用四加行来修行四加行可以包括在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 那么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也可以包括在正等加行当中 正等加行虽然修法方面有二十种加行 但二十种加行也是可以包括在这两个加行当中来修持 所谓的无住修行也就是说 知者对境耽著的修行 因为此事以无常指向为对境 所以在同达即时了知无常之力 也只是名言世修的证悟指向在生意当中 无常根本无法成立为十有的道理之后 内心不住于任何耽著也就是说是无住加行 无住加行从对境的角度来讲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是无常 实际上名言当中我们抉择一切万法 刹那刹那都是改变的无常的 懂得这个道理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如果我们从生意当中来进行抉择 进行修持的话那么所谓的无常 刹那刹那的变化物体的本质根本得不到 生意当中我们通过宗观的理论来进行抉择的时候 从因果体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所谓的无常的本体也找不到的 非无常的本体也找不到的 最后刚才所称为的不管是住子还是瓶子 任何一个法在名言当中的无常 也是在生意当中得不到 得不到的部分我们称之为无住加行 或者不住加行 这是从对境的角度来讲空行 对境方面的空行 这样一来在通达无常空行之后 因为能修之心也是不能成为任何边际的空行 以什么有境而对什么对境 进行瑜伽修持也是了不可得的 如果对境找不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修无常 能取的心也是了不可得得不到的 所以所谓的修持也是只不过除了名言中的正义以外 并不存在一死一毫的修持 如果能了知这一点 则因为通达了心者外境于 有境所谓修持并不存在 故称为无形加行 无形加行因为所行的对境根本找不到的 如果所修对境无常找不到的话能执着它无常的有境 心事也找不到的 如果对境也找不到有境也找不到的话 那么经和有境或者能取和所取 全部都犹如虚空一样了不可得 这种境界叫做不心之加行或者无心之加行 这种加行也遮掘了对有境耽著的修行 一个是断除对境的耽著一个是断除有境的耽著 其实这两种修行非常的重要 般若波罗蜜多归纳出来对境也不知著 般若色诵里面反反复复抉择内容其实是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在圣意当中的确也是经和有境找不到的 四处当中没有任何实质的如幻如梦的境界 相关传论的修行归纳起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平时我们在心咒咒也好 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不太耽著 这也是接近正等加行的修法 对于这两种加行在其他的经论中也有 遮掘掘掘和遮掘瑜伽的提法 前面指的是不咒加行后面是不行加行的意思 这里的瑜伽以前面所说的行词来同一个意思 如果结合其他的佛法专用修语来进行阐述 则所谓的无有所修与无有能修 也只不过是表示这两种加行 无巴合合的正等加行当中 这两个也是无有所修和无有能修的角度来讲的 也就是说所谓的无诸加行就是无有所修的意思 而所谓的无行加行也是无有能修的意思 另外无有任何作意即为薄弱之意的说法 有个别的藏传佛教里面也是宗派 有些宗派说无有任何作意是薄弱的说法 也就是单空嘛 什么都不作意就是薄弱的意思也有这种说法 也仅仅是只不作意对于任何外境和有境地势的耽著 只不作意也是其实对外境和对有境不耽著而已 实际上这也并不是薄弱真正的薄弱的话 麦彭仁波切的有关论典当中也是提到 远离一切细论对有境也好对经远离一切细论的执著 就是所谓的薄弱的含义应该这样来了解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志愿者有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